多謝主席、私障各位、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首先在西七姓需要強調 管人我很同意去調整今次的房屋津貼 調整房履津貼是一種行為 來去彌補現時公務人員所面對到的困難 尤其是在租金和房屋的狀況 是非常困擾著尤其是前線低級的公務人員 在這裏亦都需要提醒政府 下一次如果是去修改的時候 希望你們可以用一種低級式的形式來去調整 即使越低級應該是受惠更高的調整 因為他們面對的困難 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這一方面政府不能夠再拖延時間 以及這件事亦都是我本人在早前幾年都有說到 但是至今政府是沒有這樣做到 我希望無論在任何的調整 在薪酬和現在我們所討論的房屋津貼 師長你可以帶回去 希望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加完善 調整房屋津貼只不過是一種其中政府的行為 對公務人員一種體恤 他們現在的生活的困境 但是津貼之中不能夠忘記政府公務員的津貼 和民間私人公司的福利是完全兩回事的 兩者不能夠是對比的 所以希望政府是需要大膽面對這個現實 和大膽說出來這種情況是不同的 是需要說出來的 意思即是想帶出來另外一個問題 當政府亦都在這裏批評過好多次 調整的津貼 你是應該整體的津貼來去調整的 你不要說 經常上我們都在這裏講 擠牙膏的形式來去調整 例如我來之前有些翻譯人員跟我說 他們去國內做事 有一個叫做公務日津貼 公務日津貼在他們法庭的假期 假期之中他們都要做事 回來只是補三百元 這些已經是過了時 所以一連串數多幾個津貼給司長聽 有些職務主管的津貼 有些籠班的津貼 有些夜間的津貼 有些電郵的津貼 這些全部都是二十多 有些已經去了三十年了 為何不可以一次過做呢 是否你擔心社會不會支持你的行為呢 這個不是社會知不支持你的行為 是你如何真真正正貫切落實 你所經常說公務人員是政府裏面最重要的資源 是這樣的做法才能體現到 如果不是變成一個口號 那就沒甚麼用 所以我希望呢 今次的調整也都司長可以 告訴我們何時 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告訴我們這些這樣的津貼 何時可以調整回 因為已經是很多年了 我們都希望呢 司長今次的正面 我們都不是說 時事都是批評 做得好 值得鼓勵 是一個公道 是一個做法 大家都有一個共睹 市民眼睛的數量 他會看到哪些是公平 哪些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是現在 使出性的討論的時候 希望得到司長一點回應 多謝